这是一种独特的机器 变幻莫测的纹理成就了它的美感 既非描摹亦非雕刻 这些纹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 首位第五季之西皮机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仿佛山藏在云里 仿佛霞乡在水上 仿佛雨水躺过的灰州老屋的粉墙 四岩石 四代帽 四发生摇变的高古磁器 这些斑斑迷离变幻莫测的纹理 属于一种曾经失传的漆器 西皮漆器 这是一种美丽而透着神秘感的漆器 但是就在最后一道工序之前 西皮漆还只有单一的色彩 凹凸不平的表面 看起来平衡甚至有些俗气 即便已经到了这样的最后关头 对于作品最终将呈现的效果 即使是最顶尖的手艺人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制作漆器的主要原材料是天然生漆 端午节后到中秋节前 是割漆最好的季节 用刀在漆树上割出一个微型的口子 然后把蚌壳插在下面 漆叶就会沿着刀口缓缓流进蚌壳 每天下午割漆 四日早上方能收漆 辉州诸易皆有佳漆 从宋代的新安治 到清道光年间的辉州辅治 都有类似的记载 因盛产优质生期 辉州自宋代开始便有着繁荣的漆器行业 至明清两代更是空前发展 雕漆 推光 像金 螺电 苗金彩绘 百宝镶嵌 各种漆器争其斗艳 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屯西西西西西西 屯西 黄山市的中心城区曾经的故辉州重镇 黎阳街 屯西一条历史久远的街巷 当地有句俗语 明清的屯西 旁送的黎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西裔大师甘尔渴的工作室 就在黎阳街的一所老宅子里 甘尔渴的三件漆器被米兰士博会中国馆选为展臣作品 其中一件就是他正在做的一个西皮漆小碗 这就是生漆 漆器艺人更喜欢称之为大漆 起因已不可考 但在中文里大有伟大重要的意思 足见生漆在漆器艺人心目中的地位 从漆树上割回来的生漆不能直接用于做漆器 必须要去处杂志 常话称之为乍漆 在过滤后的生漆中掺入一定比例古旧砖瓦碾成的粉末 调和成灰 把漆灰刷在已经做好的石膏模上称为上灰 在西皮漆器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会有无数次的披灰 这是第一次 古旧砖瓦碑细腻纯净少有杂质 用其调制漆灰才可能做到调灰为高 披灰均匀 接下来的工序是表布 在下部的两面涂刷生漆 将其表背在胎体上 然后平整压实 下部必须压得紧实无细 稍有疏忽 胎骨就很容易发生变形 下部压实之后 继续在胎体上刷漆 披灰 表布 如此循环往复 层层积累 层层阴干 到一定厚度 挖去石膏畝 小碗的胎骨就基本成型了 碗壁看似很薄 但由于生漆粘性很强 干了之后又很硬 因此下部和漆灰 在生漆的作用下 也变得非常坚实 我从那个民国的设置看到 陈宇芳他善于制漆 做得很精美 就他说了一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 气无巨细 只能栽人 其善 耳不催裂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像古人做的这样 我曾经做过一个海滩碑 把胎骨做完以后 我就轻轻的站在上面 有个人扶着站在上面 我就生怕一下踩去 没有了 这个胎骨不容易 就要没事 我后来换个人才 也没事 我当时我讲 我可以和陈宇芳一样的 高兴得不得了 就是说我对胎骨要求很高 因为胎骨没做好 后面的工序全部是白费 脱模之后的胎骨 还要进行反复的批灰和打磨 少则十几遍 多则数十上百遍 这是一项枯燥的工作 极考验耐性 却是漆气造型的关键 对于胎型的精准度 干而渴有一套严格的标准 简单的说 就是零误差 我这里有个菊磅盒 它看起来是圆的 但是它有48个楞菊磅 你想四个角能够对上 已经算是很不错 48个楞能够对上 对上就很难了 我们这个楞应该讲 每个楞可以盖 而且没有任何误差 所以说 我们虽然是很难 但是我们会从中找到乐趣 这是干而渴做的一个茶叶罐 由于盖子和罐口的形状极其精准 两者的直径差 被精确地控制在0.5斯 因此 在不用外力的情况下 盖子会自行缓缓盖上 干而渴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若用手开合 则能体会到 由于空气抗力而产生的美妙手感 这或许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首艺人所期待的乐趣吧 胎骨完成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修图 所谓修就是用漆涂刷器物 修图就是将黑色的抛光漆均匀地刷在已经打磨好的胎骨上 事实上 从上辉到胎骨完成 西皮漆的制作和其他漆器的制作大同小异 西皮漆独特的美感 关键在下一道工序 甘而渴对西皮漆的浓厚兴趣源自一本古籍 这本古籍在国内失传了数百年 直到1926年 才有我国古建柱 修漆 丝绣等多门学术研究的奠基人 朱启前先生 从日本辗转求得复抄本 这本古籍就是明代七宫皇城所著 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七宫专著修氏录 西皮文有片云 圆花松林珠斑 寥寥十几字 却让甘而渴浮想连篇 西皮漆器最重要的特征就是 流动变换的纹理 细看之下 这些纹理既不是用笔描的 也不是用刀刻的 它们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修氏录中只有描述 没有具体的技法 王世襄 我国著名的文物专家 1949年冬 王世襄先生开始了 对修氏录的注释工作 数年间他遍访北京的匠师 甚至向七亿名家多宝臣 执弟子礼 以求对修氏录中记载的各种漆器 及制作方法进行注释和补充 但西皮漆的技法却一直无从考证 一个偶然的机会 王世襄的夫人 袁泉尤在一位做烟袋杆的老师傅 桂茂考那里 发现了西皮漆烟袋杆 桂师傅做西皮漆的手法是 在烟袋杆上修后漆 趁其将干未干之时 推出一个一个凸起的小尖 这道工具叫打念 念的本意是用土铸成的小笛 打念的本质就是做出高于器物表面的凸起 1958年秋 王世襄先生的修氏录解说完成 在对西皮漆的注释中 引用了桂茂考师傅的话 凡是这一类的漆器 表面花纹的形态 取决于打念的方法 从2002年做第一件西皮漆器开始 甘儿渴就一直在钻研打念的方法 桂茂考师傅的推念 可以形成修氏录中所说的松林斑 在漆面上按压形状崎岖的竹片 形成的纹理有很浓的人为痕迹 把贝壳敲碎 筛选大小适当的颗粒 撒在漆面上 也可以作念 如今 甘儿渴最得心应手的是 用丝瓜落占漆起面 丝瓜落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机理 它可以吸漆 也可以从里面下面留 它就像笔一样的 但是笔呢 比较有规律 它这个呢 我们就是取它 没有规律 打念又称打点 最基本的要求 是念要立得住 鸡蛋清干了以后很硬 因此 加了鸡蛋清的漆 不容易倒 打念用的漆 比通常用的色漆要稠 因此 还需要再加入一些 相应的矿物颜料 甘儿渴打念的时候 看起来非常随意 而且速度极快 却真正应了那句老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调漆到什么程度 最适合打念 如何打出不同形状的念 不同形状 高低 疏密的念 会形成什么样的纹理 全凭手艺人 多年积累的经验 我下面就打一种 那种比较豪放型的经验 它这个点呢 起得起得高 立得住 它给刷漆呢 留下一个充分的空间呢 比如说低的话 它刷十遍就满了 如果是很高的话 它刷十遍并没有满 很可能二十遍 三十遍都会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给你做漆漆的 留下一个余地 这个黑的地方 跟点的地方的距离 基本上是差不多为好 如果说过一密了 那么说呢 中间的这个圈就大了 这里面就小了 就行不整圈 如果中间这个空白地方太大 也不行的 我就讲书没关系 就是这一点 它这个点的话 最好是每一个点呢 它都有一个起逼落逼的 它一逼一逼 起逼落逼 它都有一个一定的模式的 就是说也可以讲是脏法 它还有一种坍塌的过程 坍塌以后它就会变粗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 把它做到位置 做到恰到好处的时候 那它做好以后就不能要了 我们留有空间 这种点呢 就是说呈现一个品质型 比如说三个点为主 那么说在那个小的结构上 它是这样子 在大的结构上 它也是一样的 做的时候呢 要掌握它去的那种流动性 那就迅速的把它捕到点上去 那一要求呢 就胸有成竹 手法呢 跟心法要一致 这种点呢 做好的PPC 它如行云流水当的那种流畅 一种非常灵动的飘逸的感觉 这种PPC做好以后呢 它会给别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 肠意十足的 这种气质器可以做到三十多层 它的纹理会显得更加的粗壮 有力 像个汉子 如果说 甘儿可在打黄色念的时候 像是写草书 打红色念的时候 像是在写行书 打绿色念的时候 像是在写楷书 那在给这个小碗打念的时候 就是名副其实的打点了 这种念似乎没有甘儿可所谓的起笔落笔 只是一个个大小不同的点 这只小碗将呈现什么样的纹理 怎样的气质 羞色器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道工序 修色器就是在打好念 完全干透的器物上 一遍一遍刷不同颜色的漆 最传统的做法是刷黄 红黑三种色漆 每一遍都要通体上漆 阴干后才能修下一道 表面凹凸不平 多遍修图色漆的器物 凸起处被磨平后 便会露出西层的断面 这就是西皮漆不用描 不用刻 却能形成美妙纹理的奥秘所在 修色漆讲究的是 埋色鱼色揣度在心 色漆之间的上下关系 每种色漆的薄厚多少 都要根据经验预先设计 反复修图黄红黑三种色漆的小碗 经过打磨抛光后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纹理看似漫无定律 又仿佛有迹可循 令这只西皮漆小碗妙趣横生 但这并不是要恢复意大利的那只小碗 即将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展出的 是一只红金斑西皮漆碗 如何才能让西皮漆显现金斑呢 和干而可七亿工作室 所在的黎阳街隔新安江而望的 就是著名的屯西老街 按照地方制的记载 康熙年间的屯西老街已经有相当的规模 新潮末年的屯西老街已经是文明全国的商业街 宣纸 设宴 灰墨 灰漆 这些灰州特产自然是少不了的 曾经老街上也有不少的漆器字号 后来只有少数几家店铺经营生活用品类的漆器 如今的老街 漆器专营店一家都没有 漆器也几乎看不到了 屯西老街见证了灰州漆器的衰落 屯西老街上这家宴斋的主人 见证了七夕一人刚而渴的成长 周晓琳设宴收藏家 她宴斋的二楼游客止步 却令无数业内人士心向往之 二楼收藏着老周最珍爱的宴台 名约龟宴楼 中国自古就有用漆器做宴盒的传统 龟宴楼里的这些宴盒几乎都是甘儿渴做的 甘儿渴的第一件漆器 第一件西皮漆器 甘儿渴独创的偷凹推光宴盒 独一无二的水滴形宴盒 都收在龟宴楼 多年前 周晓琳在老街 偶遇一方奇特的眉纹宴 一般的眉纹呢 它是横的 这样做 古代的烟是这样 这些眉纹全部是树的留下来 我一下就走不动道了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感觉 是非暴流泉 高山流水 一下子就带到那个异己 这款烟不能放过 拿回来了 要给它配一个盒 谁来做呢 只有甘儿渴 一年之后 燕盒做好了 是一个不是雕琢 简单雅致的 珠红推光漆盒 这是山间的 一片红霞 红枫 枫叶 像你们北京 那个乡上的枫叶 红枫和红枫 留下的瀑布 喝流水 一对朋友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 谈着古针 聊着天 喝着茶 那么我想着想着 就出现一首诗 今得高山流水情 诱惑居易止盖停 秋水 落霞 香灰 盛世白亚玉之盐 这就是高山流水宴的由来 老周视之为大桥 总想着再配一个小桥 五年之后 他终于觅得了另一方 尚好的梅文宴 那个高山流水 它是从上往下流动的 动感 这个是横的 一对一对 一根根的飘过去 高山流水 彩晕嘴月 可以成为一对姊妹燕 完成一个很美好的想法 谁来做这个河呢 艳河做好之后 却大大出乎老周的意料 高山流水 彩云追月 一对姐妹燕 燕河的风格 却有天壤之别 前者的珠宏推光漆河 静谧内敛 后者的片云文金斑 嬉皮漆河 炫目热烈 但细细琢磨 又觉得再般配不过了 高山流水 燕河静静的红色 搭配瀑布般 飞流而下的梅文 以河的静 衬托燕的洞 彩云追月 河是五彩流云 燕是天高云淡 用河的洞 衬托燕的静 这对姐妹燕 成为老周 众多藏品中的一个传奇 而观者 哪怕是门外汉 也能从两者的对照中 切实体会到 金斑嬉皮漆独特的魅力 按照传统的做法 西皮漆用的是 黄 红 黑 三种色漆 刚而可首创了 将黄金入西皮漆 我看到很多西皮漆 黄色 在这里面 在漆的作用下 它变得比较带点绿绿的 不那么精神 我就想 因为红色是没有物质 可以去替代它了 只有银珠 朱砂 它是最红的 那么说 只有黄色上面 可以下功夫 我觉得黄色里面 是什么最黄 我想什么物质加入进去 我想到金黄 金黄 灿烂的 我想只有把黄金 加到里面去 这个黄色才最正 这道工序叫贴金 首先在修过色漆的碗上 刷一层金胶漆 金胶漆 由百分之六十的生漆 和百分之四十的铜油 混合而成 天然生漆 具有很强的黏性 用来起固定的作用 铜油可以延缓生漆的干燥 引贴金必须在金胶漆 尖干背干的时候进行 何谓尖干胃干 全凭经验判断 用手指度轻轻触碰碗壁 金胶漆被粘起来 到一定程度又弹回碗壁 并发出微弱的声音 干而渴 就是靠这种声音的细微差别 来判断贴金的最佳时机 贴金指的是贴金箔 一个软毛刷 一把镊子 摒弃凝神 小心翼翼 勿求将金箔 均匀覆盖在碗壁上 金箔贴好之后 还要刷一层透明漆 这是干而渴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才总结出的独门绝技 金箔太薄 如果在金箔上直接刷色漆 打磨后 金线会太细 甚至根本看不到 刷上透明漆 给金箔增加了一层过度和保护 而且不会影响金箔的色泽 红漆 金箔 少量的黑漆 按照一定的次序修图 贱货黄漆和绿漆 层层堆叠 层层阴干 积累到一定厚度的时候 就可以打磨了 一件嬉皮漆漆的品质高低 或者说美观与否 不仅取决于打念的手法 色漆的设计 也取决于打磨是否得法 打磨深了 打磨过了 西皮漆的纹理慢慢就没有了 行不成那种美妙的机理 但是你没有磨到 没有磨到位 没有把它磨到恰到好处 它真正好的纹理出不来 最美的西皮漆的纹理的呈现 是经过多次打磨 多次调整 那个微调以后 所现的最佳效果 生活中的干而渴 是个十分温和的人 但一面对七气 他就会变得异常苛刻 他的七气作品 无论内外 都不允许出现一个气泡 或者暗子 要做到这一点异常困难 即便是被皇家收藏的七气 也难免这类瑕疵 三层七加起来 只有一张复印纸的厚度 每层七又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 气泡和暗子在中间的加层 要磨掉一个气泡 要磨掉一个气泡或者暗子 就要把一层七的上面两层都磨掉 还不能磨破最下面的一层 这就意味着 干而渴能够精确把握 打磨掉一张复印纸的九分之一的厚度 所需要的力道 即便手艺如此精湛 要打磨多少遍才能保证零瑕疵 也是未知之术 几滴清水逝去泥浆 第一片美丽的纹理显现出来 这是西皮漆制作过程中最涉人心魄的一刻 经过细致的打磨 抛光 远赴米兰士博会的红金斑西皮漆小碗终于完成 和传统的西皮漆器相比 金斑西皮漆的颜色更加鲜艳 光泽更加迷人 纹理更具流动性和立体感 气形和颜色是传统的中国味 迷离变换的纹理极具当代艺术的审美情绪 这或许也是这支小碗可以远赴米兰的原因 西皮漆在制作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宽容度和随意性 过去的宽容度是为了生产的容易 而尔可先生就用了他这个宽容度的特征 是他的创造出更多具有表现力的作品 几乎他使西皮漆变得无所不能 文化学者孙婉萍对干尔可来说是一师一友的人物 干尔可开始做妻器 做极致的妻器 都得到了孙婉萍的鼓励和帮助 上一次这样的聚会还是在两年多以前 尽管对干尔可的个性和手艺都非常了解 但两年后再见 孙婉萍还是被干尔可的一件新作震撼了 我第一眼就看到这个 我脑子有炸的感觉 我说怎么会有这个东西 谁要理解漆器的人就觉得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是一个西皮漆的延伸作品 戴帽般天幕漆小展 灵感来自剑窑天幕词 刚尔可意在用漆器模仿摇变的效果 并表现出剑窑斩胎体厚重兼致 底部露胎 右色润泽 右肢垂流后挂的美感 模仿出右面肥厚这一效果 在传统的漆器制作概念中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生漆在它达到一定的厚度以后 超出它的厚度 它就皱皮了 这是一个规律 没有人可破的 如何使它很肥 但是又不会皱皮 使它的纹理清晰 所以说我在想啊想不出来 我就仔细分析了漆的干臭过程 漆只有在潮湿的 密不透风的环境下 一定的温度情况下才干的 那么说漆让它干得慢一点 它不就是不会皱皮的吗 我怎么让它慢呢 我就反其道而行之 我就把这个漆做好以后 做得很肥 把它摆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 让它呢干得很慢 当它通风的 但是又阻碍灰尘进去 也没有水分 就是尽可能的让它干得慢 那漆呢开始不干不干不干 但是终究会干的 那干了以后呢 它就没有产生一般的那种漆 柱皮的感觉 眼看茶盏就要干透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事情抖声波澜 很闷 打了一下雨 下面漆程呢 就迅速干了 里面有一点点皱 但是这种皱呢 我讲啊 真正是漂亮 就是那种皱得很舒服 很自然 不是人工的 是天成的 那个激烈随着皱 在皱 在皱 这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好像这是天光了一把 他说不要做太平了 或者说就是有时那个真实 他说这种恰到好处 从打念开始 面的大小 形状高低 疏密 漆的浓稠 颜色 顺序 厚薄 空气的温度 湿度 甚至手艺人的心情和身体状况 都可能对嬉皮漆气的纹理产生影响 即便手艺人能够精准地控制这一切 也无法阻挡突如其来的一阵风 或者一场雨 因此 嬉皮漆气可以预先设计 却无法准确预判最终的效果 一件作品至少都要耗时数月才能完成 不满意的作品 磨掉重作 很可能还不如之前的好 这就是吸体吸气 普通人光是听听都要皱眉头 刚而可却乐在其中 我对世上的一切有文理东西都特别感兴趣 比如说石灰墙上 由于年代岁月的那种因素 石灰墙会产生了某种机理 它也是收缩 我赶紧用手机拍下来 那种机理就是吸体器 原来吸体器是天成的东西 只是说人类在发现了某种天然的机理 有感悟了 用气来去表现天成的东西 天然成去的 我说的就是吸体器的这种做法 感谢你看看